各位你們好,我是阿蘇,Johnny蘇 今天的天氣不錯,讓我找個地方釣魚 從這裡轉進去就是我之前釣魚的地方 這個位置也有幾個月沒有來過 不知道跟以前相比有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一轉進來,覺得兩旁的道路和以前有少少不同 之前沒有那麼多泥 前面就是我之前釣魚的地方 不過一眼看過去 連我之前停車的地方都已經停不到車了 全部堆了垃圾在這裡 沒辦法了,等我開去前面 先把車停下來再看看 我的車就停在這裡 這裡之前全部有圍欄圍住 我現在下車 這裡之前有人在這裡放牛 現在全部堆了垃圾 在旁邊就長了很多野草 等我現在走前一點看看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地方之前都可以釣到魚的 不過因為現在太多雜草了 在這裡釣魚不方便 這個位置現在已經不適合釣魚了 這裡就更離譜 全部都是工業垃圾 現在大家看到這裡就是我之前停車的地方 不過全部工業垃圾堆在這裡 很多鴉片所以現在不能停 這個位置如果開車上來 我怕車輪會爆胎 本來一個很好的地方 究竟是什麼人把工業垃圾堆在這裡 除此之外大家都可以看到 道路的兩旁都堆滿了泥土 以前這裡全部都是平地來的 那些泥土都堆得非常之高 可能那些人為了省處理垃圾費用 把垃圾堆倒過來這裡 之前這麼漂亮的地方沒有了 真是有點可惜 這裡是江門道遠鎮的拿咀水庫 如果有關方便看到這條視頻 希望可以派人清理一下 還原回這裡自然的面貌 今天的視頻就拍到這裡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你覺得這個視頻對你有啟發的話 記得給我點讚、關注和評論 我會用不同的角度帶你去看這個世界 謝謝大家